最近乌克兰和俄罗斯爆发的小规模冲突 已经引起了全球关注 毕竟俄罗斯向来是说一不二 对美国都表现得非常强硬 更别说是乌克兰了 这两年的乌克兰完全和俄罗斯对着干 已经倒向了美国一边 要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在到处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现在乌克兰显然仗着背后有美国在撑腰 也在不断试探俄罗斯 尤其是今年和北约以及美国在黑海举行的几次军演 显然就是奔着俄罗斯去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 现在对乌克兰也是越发的强硬 而在北约在挪威大规模军演时 乌克兰还打算让北约的军舰前往亚素海 这显然是俄罗斯不能容忍的 而在25日 乌克兰三艘军舰竟然大摇大摆的 从黑海通往克赤海峡 要知道克赤海峡一直都在俄罗斯的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在俄罗斯警告未听的情况下 俄罗斯直接开火了 而且俄罗斯还出动了多艘战舰前往拦截 双方直接爆发了冲突 在海峡内爆发冲突 俄罗斯显然希望尽快控制住乌克兰的三艘战舰 俄罗斯出动了苏-25核武装直升机 并派出了特种部队 在最快时间内解决了战斗 扣留了乌克兰的三艘战舰和20多名船员 而在冲突之后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 该国武装力量根据总参谋长的命令 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乌克兰已经全面战备 双方不排除还会爆发新的冲突 对于俄罗斯来说 周边局势已经非常紧张 此番乌克兰如此挑衅 或许背后也有美国在撑腰 据美联社报道 北约方面表示 以美国为领导的北约会权力支持 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包括在国际法框架下 乌方在自己领海内拥有的航行权力 这显然是不满俄罗斯此番用武力 扣留乌克兰的军舰和船员 如果说光靠乌克兰 显然无力和俄罗斯抗衡 毕竟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比较大 但是乌克兰显然要仰仗着背后有美国的支持 如果说美国真的出手帮助 那么乌克兰真能打赢俄罗斯 至少现在看来 这种可能性很小 即便说美国真的出手 恐怕也未必能够打赢俄罗斯 而且美国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 更不会为了其他国家把自己的安全也搭进去 而且北约国家即便出手 各自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未必会团结一心 而且俄罗斯的远程轰炸机和导弹 可以轻易覆盖到欧洲多个北约国家 即便在黑海这里爆发大规模冲突 俄罗斯也有足够的手段来应付 对于美国来说 还没有做好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 要知道俄罗斯也适合大国 更有能够直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 美国显然也不会为了乌克兰真的冒这个险 即便是冒险了 也未必能够打赢 说白了 乌克兰只是美国拿来牵制俄罗斯的工具